这个美女正在台上热舞 刘苏奇吞小短裙 斩男力气大长腿 成功登上酒吧头牌的宝座 是老板赚钱懒客的金疙瘩 谁知突然上来一个普姓男 不知天刀地厚的要带走头牌 见美女不太愿意 直接掏出一张钞票侮辱美女 可美女身份再低也不能容忍自尊被践踏 拿起一杯水就向普姓男泼了过去 刚烈的模样令男人一针 不料普姓男竟然抢问美女 而这一切都被酒吧大金主看在眼里 果然一出门 他就狠狠挨了一顿走 大金主都没碰过美女 哪还能轮到一个 岌岌无名的小独前来闹事 谁知男人并不是无名小独 而是顶级富豪的独生子帕鹏 可惜父子俩话不投计半句多 因为父亲身旁的女人 正是拆散母亲婚姻的夜店里 继母当年在父亲怀里数钱的样子 让帕鹏恨及了天下所有的夜店 于是才有了刚才开头的意义 果然几人相聚又开始吵架 听到这父亲上去 就是一记小圈圈 这下父子矛盾更深了 气得帕鹏骂脸的几句 扬言不用富豪一分钱 也要干成一番自己的事业 接着帕鹏来到母亲男夫人的家里 他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念书 虽说吃的穿的都是最好的 可又是父亲带给他的伤痛 却久久不能忘怀 他想起父亲当初强行 同母亲那带走自己 不顾母亲如何哭喊 甚至还将母亲推倒磕破了额头 正沉浸在悲痛之中 男夫人就冲过来一把抱住儿子 母子好不容易相见 男夫人也不介意 反而当着帕鹏的面 要定了两人的婚事 显然帕鹏并不喜欢妮特 转头就告诉母亲她不同意 男夫人却让儿子搞清楚 妮特的家族势力雄厚 娶了她就是娶了泰国的小金虎 但心高气傲的帕鹏哪会听得进去 带着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赌气 发誓要独自闯出一份事业 有人追求梦想 就有人为了几两岁赢波 眼前的女孩名叫塔万 她就是昨晚被帕鹏侮辱的名 而她之所以要拼命挣钱 都是因为她一个是赌如命的养母 简姨每天除了伸手要钱 就是在赌场里叱咤风云 而她之所以挣了理智气壮要钱 都是因为二十年前 闺蜜与她的老公生下了万塔 可破于躲债 祈求简姨能收留这个孩子 简姨当然不会帮忙 看着下跪的闺蜜眼里只有废 可没想到闺蜜竟将孩子丢在门口 屋外大雨倾盘 她实在是于心不忍 最终还是养大了塔万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 万塔白天在餐厅当服务员 晚上赶往酒吧正外团 不料半路遇见妹妹坐机车女郎 气得她走上去就要将人带走 自己沾染不三不四的人就够了 塔万不希望妹妹也误入气筒 谁知机车大哥不好惹 没一会塔万的朋友就与大哥起门冲突 结果两人因此尽了橘子反省 然而万塔晚上有个面试 是新成立的传媒公司在招歌手 如果能被选上 那薪水也会成倍上涨 巧的是这家传媒公司就是帕鹏办的 而他们一行人迟迟等不来万塔 陪同的妮特大骂了几句 不知道是谁的架子这么大 赶放了帕鹏的鸽子 回到家里 男夫人又喋喋不休地让儿子增加产 不能放任丈夫身边的女人夺走财产 见儿子不为所动 她不动声色地露出当额脚的疤痕 果然帕鹏立马就心疼了起来 你吃饭了吗 没啥 我只会把鸽子放在里面 我还没吃饭 我只会把鸽子放在里面 说着就一把鼻涕一把泪 帕鹏抱住母亲安慰她 可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只是母亲争夺财产的工具 至于母亲的伤疤 其实并非父亲所导致 而是男夫人故意而为之 目的就是为了挑拨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 帕鹏的父亲正在安慰想女人的情人 而这个情人就是塔万的亲生母亲 美女举起酒杯向富二代狠狠拨去 殊不知眼前的男人即将成为自己的老板 这天帕鹏在审查面试者的作品 可一个接一个的歌手统统被帕鹏淘汰 已经看了一百多个了 就连朋友大福都开始埋怨 不知道帕鹏究竟想找何许人 这时尼特带着好闺蜜前来应聘 吹嘘她能歌上舞 除了唱歌好听 还精通各种乐器 于是大小姐当着三人的面敬情展示起来 确实和之前的相比略胜一丑 异曲作罢之后 大福让她适时拉小提琴 可大小姐却嚣张地表示她就喜欢唱跳的形式 并不想唤起她不中意的风格 这让老板帕鹏一下就活了起 这时在面试 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的游戏 谈话自然是不欢而散 这时大福向帕鹏推荐了一个女 两人来到酒吧找塔万 此时的塔万正在与乐对唱的方法 可随即帕鹏就认出了塔万的身份 认为她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卖身 刚准备离开 谁知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走上台 不由分说地在塔万身上乱攻 嘴上还说着不务留的同位情况 气得塔万举起其他就是一招 接着两拨人就起了纷争 混乱之中帕鹏一把接住了塔万 两人对视了足足十秒之间 可他对塔万并没有一言万能 反而认为他心服气躁 做事不考虑后果 帕鹏明确地告诉大福 不会聘用塔万为员工 可大福似乎对塔万情有独钟 坚决要再给塔万一个面试的机会 不幸的是 面试当天塔万的朋友去借吉他还没回来 无奈他们只能先进门解释情况 不料刚一进去 尼特就高高在上地贬低塔万 看着几人一副穷酸模样 直接表明塔万不过关 哪里来得趁早回哪去 谁知帕鹏却给了机会 示意他们可以开始表演 但此时吉他迟迟未有 塔万请求再等十分钟 不料帕鹏直接摔桌子要走 他对不守纪律的行为实在不容易 尼特看着扬长而去的帕鹏得意急了 走过塔万身边时 还只高气昂地撞了一下他 但生性坚韧的塔万怎会轻易放弃 他追出去要帕鹏给个记录 说只要有一丝希望 他都会尽全力去证明自己 但他仅仅只是需要一个机会 相似的话语勾起帕鹏乘风等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一把摔坏自己的吉他 教育他不要玩无丧之 或许是在塔万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 帕鹏决定给他五分钟时间展示 意料之内塔万表现得非常完美 帕鹏看着眼前的美女都论了 蛰伏在他的天类之音无法自拔 可明明帕鹏也很难 但他对塔万的身份始终有所接应 最终还是无情地淘汰了他 女儿不如意 杨母几分这一步如意 简衣又在赌场输了个惊慌 骂骂咧咧地控诉东家出老天 却被一旁大哥的小弟对回去 让他输不起就别玩 可输了一整晚的赌徒怎会甘心离开 简衣拿出塔万的金手链做筹码 势必要赢回一大笔赌金 不过事实往往与预期相反 果不其然简衣又输了 她气急败坏地往大门口走去 却意外撞倒了男夫人 赌场大哥见状让简衣立马道歉 男夫人可是这里的顶级不可 无奈简衣指的认识 不情不愿地憋了一句对不起 很快塔万就发现了手链不见的事 她非常宝贝这条手链 不是因为物品之情 而是因为这是母亲唯一留给她的东西 塔万误以为是妹妹偷了 跑下楼就与妹妹吵起来 这样本就不融洽的姐妹关系 更加雪上加霜 姐妹俩正吵得不可开交 简衣终于从赌场回来 得知原来是养无所谓 塔万气得要立马去赌场输回来 拗不过塔万的脾气 简衣只好带着她来输手面 一进赌场 大哥的手下就调戏塔万 深知这些人的德行 简衣警告男人们不许对塔万动手动脚 不料赌场大哥看上了塔万 吩咐手下将人带进办公室 塔万地上赎金请求大哥网开一面 大哥却表示区区一万太主 不用着急还过来 塔万也不是十七八岁的小童 该明白的她都懂 当即告诉大哥她只要那条项链 既然赎金到位 大哥也不好做不讲诚信的事情 于是将项链还给塔万 可男人不安分地手却摸了又摸塔万 简衣看出了大哥的心理 但没有多说一句话 正当母女俩准备离开时 大哥告诉简衣我的赌场非常欢迎 一听这话简衣笑的嘴都喝不如 忙不迭的殷勤感谢 殊不知她就快要把女儿送入户口 帕鹏选不到新意的歌手 打开台湾的面试录像看了需求 她承认台湾的唱歌是 但她就是隔应台湾夜店的身份 这时好哥们大福走来 帕鹏尴尬地迅速合上电脑 大福依然坚持将台湾招入归室 然而帕鹏就是认定台湾是败身 大福表示有没有一种 台湾只是酒吧的歌手 谁知帕鹏居然让朋友小心被骗 这种女人都是心机不 实在说不动帕鹏 大福只好带她来塔湾上班的地方实地盘 白天在餐厅打工 晚上在酒吧唱歌跳舞 如果她真的是大哥的女人 至于这么累的挣心水吗 看着眼前的一幕 帕鹏对塔湾的印象终于好了一点 晚上大福找到塔湾 希望他们乐队可以加入帕鹏的公司 刚刚找到了新的工作 怎料母亲又在赌场输了个金光 而这一切其实都是赌场老板的安排 大哥洋装好人借给简衣20万 还承诺他想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猪红眼了的人只想就走回本 全然没注意到好事背后的陷阱 果然隔天一大早 大哥的小跟班就上门要债了 二话不说先给了简衣一巴掌 塔湾冲在羊母前面 质问小跟班是总一回事 本想也给他一颗挖符 可大哥的主妇是不能伤了塔湾 于是小跟班强行拉走了简衣 顺便给塔湾指了条命路 让他还不上债可以赔赔老板 三天内拿不来20万 简衣可能就要残废了 无奈塔湾乐队的朋友拿出积蓄 能帮多少是多少 可离20万差的还很多 正愁的不知如何是好 妹妹又和机车男混在了一起 陪男人都一圈就有钱 谁知警察突然光临 所有人一拥而散 但总有几个倒霉干被抓紧绝 恰好塔湾的妹妹就是倒霉 担心妹妹的塔湾立马将妹妹输入 可一出门两人就又吵了起来 他们没吵架呢 找人家人吗出去吗 老板娘了 人家就别出去吗 那我们不敢多吗 谁知妹妹小水却让塔湾去换母亲 觉得明明可以救人 但都怪塔湾自食轻包 说完就不顾劝努 直冲赌场找大哥 表示要用自己换母亲 听到这眼镜哥拉着小水就要走 可小水并不打算离开 可惜大哥就是喜欢带刺的玫瑰 对他这重上感觉的没有丝毫兴趣 于是两人被大哥直接轰了出去 大哥被气得嘴角抽搐 想看看塔湾还能倔强到什么时候 小水今天可能犯冲 回家的路上又碰到了流氓 猥琐男拉着小水就要带走 眼镜歌手无腹鸡之力 三两下就被流氓撂倒 幸好帕彭路过此处 出手救了塔湾的妹妹 看着帕彭帅气多金的绅士模样 她当场就陷入爱和无法自拔 很快小水找大哥的事 就传到了塔湾而言 她指责妹妹怎么能如此冲动 假如大哥昨晚对她动了心思 让塔湾这个做姐姐的怎么活下去 可小水一点听不进去好话 反而觉得是因为简衣不是塔湾的亲妈 所以塔湾才会见死不救 母亲因为欠下高额赌债 被赌场的小弟强行带走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凑不齐赎金 就必须要用女儿来还债 无奈塔湾来到酒吧找老板娘 很请预知几个月的工资应急 可老板娘也是无能为力 赌场大哥早就打了招呼 他今天如果帮了塔湾 那明天就要流落街头了 失魂落魄的塔湾找到好友 朋友安慰他总会有办法的 可这一幕正好被帕蓬看见 注视着面前勾肩搭配的两个 帕蓬心里有点不适自问 妮特趁机在他耳边吹风 说塔湾私生活不知检点 若是成了公司旗下的歌手 指不定要怎么抹黑公司总理 帕蓬没想这么多 只觉得心里很不适自问 转身就像离开这里 妮特看出了男人的心思 察觉到帕蓬对塔湾有了别样情感 于是拉着帕蓬就要去塔湾上班的餐厅吃饭 果然塔湾刚换好工作扶过来扶 妮特就故意将他端来的水打扮 大声咒骂塔湾怎么呼吁 受不了妮特无理取胖 帕蓬让他先去洗手间收拾 支开了爱眼的外人 帕蓬开门见识命令塔湾辞了夜店的工作 可塔湾赎回母亲的钱还差得很 他无法放弃高薪的夜店工作 气得帕蓬扬言要解除 聘请他为歌手的夜店 不过这个刀子嘴的男人 晚上还是去夜店找到了塔湾 等到塔湾跳完下班 他就又开始了喋喋不休 塔湾累了一整天 实在不想和这个吃喝不愁少爷理论 不料刚一出门就被赌场老板扔了 今晚是最后的期限 送不来赎金大哥就要塔湾偿还 幸亏帕蓬没有离开 三两下打倒了混混 带着塔湾就连忙跑路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帕蓬让塔湾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顶不住帕蓬霸道的态度 他只好带着帕蓬来到赌场 而这刚好被来完的母亲撞上 男夫人气得嘴都歪了 不知道儿子怎么会和穷人混在一起 怕蓬一进来 就帅气地将20万扔给大哥 还一把搂住塔湾宣示主角 警告大哥不要再找他老婆的麻烦 没办法大哥只能按约定放途 不过这样明目张党坏了大哥的好事 恐怕以后不会有太平日子 不过这些人都在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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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不多说 简一终于被女儿熟了出来 得知原来是有男人帮忙长辉 欣喜地以为塔湾掉了个金龟雪 你没想到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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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塔湾客气两句 简一就迫不及待地坐上帕蓬的好车 无奈塔湾只好麻烦 怕蓬送他们母女俩回家 刚一下车 简一就得意地告诉小水 是你姐姐的有钱男人还了赌债 接着帕蓬从车里走下来 看见是昨晚救了自己的富二代 小水殷勤地感谢帕蓬 也不管帕蓬的怒光一直停在姐姐身上 直到车都开走了还在放花吃 这时的塔湾还不知道 小水即将会跑去公司给自己惹多少塔湾 眼看心爱的男人就要抓不住 妮特来到男夫人这里告状 天油加醋表示帕蓬被三培女迷了心智 男夫人听了并没在意 甚至儿子恨极了这种女人 男夫人下得赶紧劝妮特消息 失去了妮特这个财力雄厚的儿媳 在找一个实力相当的女 只怕是男如登天 事不宜迟男夫人立刻来到卜场 经过大哥会声会色的描述一番后 男夫人没想到儿子居然输走了大哥的女 当即决定要帕蓬远离这种不干净的夜店 两个老狐狸强强连手 看来塔湾今后的生活只会更加简单 这只美女正在台上尽情热舞 看得台下富二代目不转睛 这时美女的妹妹走到富二代身旁 卯足了净说姐姐坏话 谁知富二代根本不想搭理她 但为了让美女吃醋 她还是搂住妹妹 油腻地摸了摸她的头发 果然塔湾立马就注意到了两年 她直接冲下台拉走小水 告诉妹妹离帕蓬这种男人远移 因为她不是什么好人 小水对塔湾厌烦到了基地 警告姐姐不要多管她的行事 回到十一间塔湾还在想刚才的事 她不知道帕蓬摸住妹妹有什么问题 谁知帕蓬突然走进来 嘲讽她今晚又收获了不少男人的口水 帕蓬不知道的是 塔湾已经不准备在这里继续建设 今晚的演出只是为了黄老板娘的气 如果她还要嫁她 她还要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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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嫁她 塔湾不想有男人变静 不料帕蓬进直接抢吻了她 还侮辱地问她刚才一个稳职多生气 塔湾气不过给了帕蓬一发展 她还要嫁她 走 走 让她让她让她拥护了 走 走 帕蓬看着哭成泪人的塔湾 突然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事 但又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选择先行离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塔湾刚从夜走会走出来 就差点被豪车撞翻 妮特走下车警告塔湾离帕蓬远点 话里话外都是贬低她的出身 奉劝塔湾不要妄想攀上高枝 短短一个晚上 塔湾轮番被人羞辱 她回到家抱起母亲的照片哭嘴 她不明白只是为了努力生物 怎么就这么被富贵名流瞧不起 与此同时 帕蓬也久久不能平静 她想起刚才塔湾的样子 就烦躁的镇定不下来 此时她还没有意识 自己已经爱上了最讨厌的女人 隔天塔湾带着她的乐队来到公司 没想到刚进来 就被大小姐狠狠撞了下来 身之来者不善 塔湾也不想忍是生非 默默俯身捡起掉落的乐部 谁知恶毒的大小姐得寸进尺 踩着戏如钢针的高跟鞋就踏了上去 大小姐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今天她要与塔湾一较高低 而输的人无法留在公司 于是才出土下三烂的招数 果然表演是 塔湾的手艺为疼痛不能弹几 帕蓬不知道塔湾在出什么药物 加上妮特在一旁伤痛点火 帕蓬更加生气了 掐准时机大小姐出场 得意地拿出她昂贵的小提琴展示起来 这场比赛台湾胜负已定 塔湾垂头丧气的前方离开 谁知正面迎上了帕蓬 原来她听见了妮特与大小姐的对话 为了还塔湾一个清白 几人围在办公室查看监控 面对如此清晰明了的证据 妮特却不以为然 竟然说从画面上看 大小姐明显不是故意踩塔湾的 可在场的人都不是眼毛 帕蓬要求大小姐给塔湾道歉 然而高傲的大小姐怎会轻易认输 见大小姐如此嚣张把握 帕蓬警报她再不道歉就立马走了 谁知大小姐却说她不在乎能否留下 顺便又贬低了几句塔湾的出声 没能扳回一局 妮特气的想直接手撕了塔湾 她趁厕所没人 冲进去大骂塔湾 说不够近还用力按住她的伤口 财阀千斤直接甩给服务员一巴掌 警告她不要妄想攀上高枝 而之所以会这样 她要从服务员的妹妹那里说起 原来小水为了追求帕蓬 来到塔湾的公司应聘工作 大福本就对塔湾别有情 一听是女人的妹妹 当场为她安排了轻松的工作 顺利留在帕蓬身边后 小水向大福打探目标的婚姻状况 得知妮特是帕蓬的未婚妻 小水瞬间没了刚才的气势 可她才18岁 正是越挫越勇的年龄 随即就打算从妮特身边 抢走这块肥肉 于是从这一天起 小水彻底成了帕蓬的根屁虫 男人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因为是塔湾的妹妹 所以有了特殊照顾 与其说是上班 不如说是在公司打了时间 就连记者为妮特和帕蓬做专访 她也要找个理由叫走帕蓬 每天不是找帕蓬 就是在找帕蓬的路上 气得妮特牙痒痒 大骂小水和姐姐塔湾一路破坏 都是喜欢招惹有富之夫的表情 谁知小水破罐子破摔 玩恨不讲理的态度让妮特瞬间买卷 想伸手打她又被对了回去 无奈只能在心里狠狠记下一笔 发誓有朝一日要小水吃不了兜着走 恰巧塔湾这边练舞拉伤 帕蓬连忙走进来关心塔湾 虽然塔湾一父不太待见她的样子 但这丝毫不能动摇怕蓬霸走的作风 她一把将塔湾推到桌上 询问她的伤势严不严重 不料这一幕被八卦的员工录下 迷惑的角度使人浮想连篇 被员工解读为两人在舞蹈时偷偷播播 短发妹激动地描述当时的场景 肆无忌惮地吃着老板的大瓜 全然没注意到突然走来的妮特 看见视频女人气得眼睛差点都要瞪出来 自己辛苦陪到大的男人 竟然要被别的女人吃干抹劲 于是马不停蹄就赶往餐厅找塔湾麻烦 连带着小水的那份掌 都算在了塔湾头上 二话不说先巴掌伺候 接着就大喊起来 问老板娘这里到底是餐厅还是亲王 又当着全餐厅客人的面 侮辱塔湾是想帮大款的捞你 有了上次砸坏吉他的冲动经历 塔湾这一次选择了容忍妮特 谁知妮特毒蛇的根本停不下来 逼得塔湾只想快点离开 两人极限拉扯时 好友阿壮及时赶到 这才帮助塔湾逃脱了这个尴尬的局面 不料刚一出门 塔湾就碰上了最不想看见的人 帕鹏闻讯跑来安慰塔湾 可塔湾却将刚才的试算在了帕鹏头上 不知好歹的模样实在令观众不紧 最后帕鹏强行拉走了塔湾 将他带到了吉他店铺 细心的帕鹏知道塔湾没钱充满吉他 于是要送他一把表示签 店员也是个机灵的人 见帕鹏出手扩出 看行头就是有钱的主 于是拿出最贵的镇店之宝递给塔湾 塔湾上手试了是吉他 果然很合他的心意 可当看见两万多的价格时 他犹豫了 塔湾小心翼翼地将琴还给小哥 表示再看看其他样式 不过帕鹏当即心领神会 直接买下这把吉他送给塔湾 为了不让塔湾有负担 还解释因为他是公司的重点培养对象 所以这点福利不足挂齿 不等两人回公司 没解气的妮特又跑来找小水 大骂小水是乱羡妹的主 不料小水骂起人来更有一套 直接说总好过妮特这种倒贴的 贴到最后也不被男人喜欢 气得妮特反手又是叶尔光 两个女人为争夺男人打了起来 殊不知这个男人却早已心有所属 小水直接就是左一下右一下 善得妮特脑瓜子嗡嗡 妮特也是个狠角色 抓住小水往座椅上岸 接着狠狠一巴掌还了回去 下手竟是比小水刚才的两耳光还要重 这时秘书突然闯进来 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不知所措 飞奔出门就找老板解决此事 听到妹妹打了妮特小姐 塔湾一个箭步就往办公室跑 可这个做姐姐的只觉得小水是个人事惊 就连妮特当着她的面伤了妹妹 她还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让小水道歉 甚至斗不过财阀势力的塔湾 为了保妹妹的平安 一定要小水道歉才行 不过要是能认错她就不叫小水 甚至还想再赏妮特几个尔华 最后塔湾替妹妹低头认错 这件事才算有了结果 然而一出门姐妹俩又吵了起来 她不服气塔湾刚才的态度 看到小水凶声恶煞的母亲 阿壮赶忙制止小水 几人正说着妮特过来添把火 警告塔湾和她妹妹离怕棚原点 否则哪天出了意外都还蒙在独野 年轻气盛的小水哪里懂得言外之 抬起手还想教训伊特 无奈塔湾赶紧把妹妹拉走 不想令小水陷入无端的是非中群 不懂塔湾的用心良母 小水又当起了机车女王 目的就是为了报复塔湾白天的行为 果然塔湾这边立马收到了消息 看着小水发的朋友圈就偷疼 大福却偷偷窃起了起来 他从小水的嘴里得知 怕棚帮过塔湾很多次 心里像吃了溜溜梅一样酸酸的 好不容易可以为塔湾排油简单 大福自告奋勇要把小水平安带回 谁知事情却没有他想的简单 刚停下车 就被机车帮主打得下巴差点脱走 小水见状连忙互助大福 帮主的诉求普世无法 只要大福给点精神损失费就行 小水知道这帮人不是擅长 转头让大福快点掏钱 眼下敌众我寡 显然是打不过这群人 他的口气大福拿出一打抚须金 这才保住了一条小命 任务完成 大福立刻送麻烦金回家 还不忘嘱咐小水在塔湾那里美严解决 恰好此时简衣也到了门口 他又在赌场输的金光 连车费都拿不出一分 大福建来人是塔湾的母亲 讨好账美娘的规矩他还是懂的 谁知简衣开口就问大福要钱 说想预知塔湾几个月的薪水 拿了钱后简衣却不回家 因为她要把刚才输掉的赢回来才把秀 摊上这样的母亲就是个无敌 任凭塔湾挣多少份工资 都填平不了这样的窟窿 隔天一早小水与母亲吃早饭 简衣得意地提起 昨晚敲了一笔大福的事情 刚好被下来的塔湾听见 当场就与养母吵了起来 塔湾受不了养母这副样子 简衣却觉得塔湾不开窍 有男人到天还不满足 气得塔湾不想再和她里面 说不动大女儿她又说小女儿 警告小水不要抢了塔湾的男人 因为她最讨厌的 就是两个女人正义的男人 而之所以会这样 还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当年简衣曾是酒吧的花旦 与塔湾的生母都是酒吧无女 追她大哥数不胜数 简衣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扑在大哥怀里要想费 但她每次得到外快 都会分给好闺蜜阿珍一半 不料竟养出一个白眼盘 阿珍与自己的男友偷偷在一起 直到有了身孕才向她坦白珍想 这件事一直埋在简衣内心深处 成了一道无法磨灭的伤痕 这天帕彭的父亲来到公司 要让儿子回去继承数亿家产 而旁边的女人就是塔湾的亲生母亲 也是帕彭恨入骨子里的女人 帕彭恨阿珍拆散了她幸福的家庭 谁知刚一下车 塔湾就和阿珍撞了阵子 两个女人有着说不出的相似 看得阿珍都愣住了 直到塔湾离开 她还在注视着塔湾的背景 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 只有我看到儿子女人 我认为儿子女人 我认为儿子女人 我认为儿子女人